看看香港市房的关注组20多万的加入 10元烧尾饭 叉烧饭 好像也有很多饭 人们说只是叫个英俊也有10元 搭几个叉烧 打一条赛 人们说10元也照杀 不理他说分钟有赚 赚少少又拿口碑 卖完即止 不过有些人说 不如你叉烧饭 你只有那几个 好过没有的 如果是辣肚皮 偶然吃一餐10元 以前没钱 麦当努有20元的 优惠套餐 都是这样吃 没办法 然后有一些 马田我看到是13元的 烧尾饭 深水铺是18元 又有一间长沙环的 米线不是便宜 是开了半年 倒闭 长期没人 他说装修 装完开了就开 开不了就拜拜 又有一间又说 装修 街坊走了几天都不见有 装修师傅 就说装修 提早结业 但是你卖米线 也是吵架 除非你很特色 然后看一看 传锋 整顿都倒闭了 不过二楼也是 没办法 传锋的二楼也是 有人说 优胜劣败 列举了最重要的点 就是 Soul Kill Out Code 是死罪 有很多问题 永远不会是一个问题形成 Soul Kill Out Code 自己落单 然后 针水是自己针 态度恶劣 订餐 收加一 然后还要 很搞笑 红一是再收 即是加二 然后下面有一幅图也是 惩罚一些 假期留港的消费者 那些人优优一质 查钱又是再贵一些 最恐怖就是餐具 好像没花过 对呀 不知道有没有见过 还要说出心声 他没有加鹽加醋 哇有些职的 有些赛职的 不知什么职的 你叫他换个个 他拿过来 都是骚髒的 或者有一些他整盗餐具 全部都骚髒的 全部骚髒的 所以我自己 QR Code 现在就算大陆 也要自己掃的 但是我说过 各种原因 我是不会用我的手机 去掃这些QR Code 我一定是口头落单 如果他不按照 走 这一期都不会帮着 这个我们明白的 但是自助斟水 当那间餐厅 如果不是快餐店 又或者不是小店 你看到有规模 起码你有QR Code 你要我掃QR Code 但是你要我自己斟水 那你这帮企堂 可以少请几个 你这帮企堂 对吧 当有规模的店 然后他要客人自己斟水 我去一次永远不会去 这些通常服务很差 真的 这个真的是讲出心声 我们稍后就找一些精警文章 再去跟进一下 其实很多千丝万红 不会说一两个原因 是很多几千万种原因 结习而成 有些文具谱也要整理 文具谱也不知道有什么作用 文具谱其实 油麻地那间中南不知怎样 不过他们自己应该是自治物业 如果他这样租几层 也挺厉害的 如果是自治物业可以捱 文具谱也不知道有什么生存价值 现在的人是淘宝 还有你买筆买纸 有时超市要买的 纸笔物演全部超市要买的 你顺度在那里买两支 另外有人说 翠河也要整理 街坊说这间也是多客 仍然照整理 你没办法 那个群组很棒 有食客 有业主 有 不同的 身份角色的人 都是发言 又会发一些长文章 我们整理不同文章 可以 去做一些观点角度的 评论 这里是巡石的街市 连三间店都整理 就是 烧尾 老水 和 两送饭 一夜整理 这个是 的温 的温很静 其实的温是静得 只剩下 食店 食店也是没有 苦的 如果没有人走 根本 你逐层一路 压 压到顶 一定是差一点 他说 the one only the one only 什么 总之只有我一个 没办法 没办法 又说有家知名的旺角露店 火瓦林 结业 但是听说很重 这家 贵的 即是中等价钱 又收拾 没办法 你怎么变都没用 例如一辣 这里就是 西贡 全部都收拾 整条街都收拾 真是惨 西贡没有了 本身是失车 现在 没有游客进去 真是认同死城 现在进去住 挺好 进去住 够了 搬进去住 真是够了 这里就是 仙达 早前 早几年 刚刚疫情 崩溃了 没有了 大陆客 炒不起 iPhone 这些店铺跌到 100万 80万 有一家 如果那时候摘了 就麻烦了 如果那时候摘了货 就麻烦了 其实价钱 8万 但 旺角已经不是当日的旺角 也不是近年了 再早几年 再早多5年的旺角 有一次很晚 去旺角搭车 走 搭小巴 整个旺角已经不同了 后来疫情的旺角 更加人面全飞了 仙达那头很多 黄金的铺位 黄金位置 当眼的三角位 全部都收拾了 没人接到 现在就是那些红茶 去顶着那些大铺 都是一路吃过量 又说最远色 连麻雀铺也收拾了 麻雀馆也收拾了 这个人 巴打就是说 因为政府不再发麻雀馆牌 作为偏满中的正行 转手有价有市 但今时今日 已经是没了这支歌制牆 这些麻雀馆牌已经很罕有的 这些麻雀馆牌 但原来没有了 你坨地几开 够脚进去打 都是招呼大陆客 大陆客现在好像 全部没了钱 好像蒸发了 以前是招呼大陆客 最好笑的是这个餐牌 就是巴打说 假期收付加费 现在的假期全部都离开了 你留住人 你还收付加费 就是弱智 有时值得 要看多些定价 说真的 其实他 说真的客人不知道你多少钱 你想假期收69 那你就应该 标72 譬如我们顶这个标72 正价72 然后我假期 就马上68 或者65 任你马上 总之假期例我吃便宜一点 那就行 照收 你照收68 但这个68放在这边 红色 是78 正价78 假期 大特价68 任你定价 这些 食糊不化 没办法 再加上刚才说 你已经要人 用QRQ落单 又要我自己斟水 态度又差 你的餐具都洗不干净 顶你的肺 然后现在 还要是 食材很银的 而且很化学的 好像你吃化学 食物 化学垃圾食品 进口里面 你吃到加工食品 你很难想象你吃一块餐肉 你也知道餐肉是加工食品 煎得好吃 香脆也好吃 现在不是的 我吃过一些 他那块餐肉 难吃到 你以为是 哪个国家做出来的 假食物 假饭肉 还是什么 吃一次 真的不敢吃 然后以前有一家 是很弱智的 很沽寒 我那个是 一块火腿 一条香腸 然后有一碗 没颜色的 公仔面 你看到那个感觉 还比坐牢 你不是抬高一点 你放两块下去 你看到很噁心 一条香腸 一块火腿 然后 一碗面 还要是没颜色的 你想想 你付钱 你是省了 我明白 但是你看到那个 满足感很低 好像坐牢 你不是抬高五元 就是两块火腿 两条香腸 对吧 你撒点葱 更好看 为什么日本人的寿司料理 日本料理 他又搞这些 又搞那样 又做些东西 你看到那盘东西 一放下去 你很满足 虽然可能只有那四块鱼山 但他又有些 配料 又有些 萝卜丝 又有些 海草 这样 又可能 摄一条 纸菜 对吧 很便宜的 但是你看到那些 有些满足感很大 很多是抵死的 其实有时真的是 因为以前 你根本不用质数 都排了长龙 还坏了他们 现在就 考验了 谁有实力就留下 对吧 而且这里也是 不知道什么时候的 这个就是 安思思的 一个媒体的图片 被一些师兄 都排了 我再 复权了 就是说 用餐时间30分钟 人数到齐就进入了 限你时 吃快点 就好像坐牢 以前小时候 郑少秋有电影 就好像 像饿狗抢士 打斗筷 放工在工厂 就不知道什么 还要斗 吃些猪肠粉 出去那些 街边 车仔当 然后又 吃完 马上又开工 又这里 和邪 冬菇亭 也是 整理了 又这些 小食 看下去 挺热闹的 意欲是强的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呢 现在 好像吃这些零食 小食 扫街 好像很奢侈 凡是任何奢侈的东西 好像在惩罚着自己的荷包 因为你真是今天不知道明天事 对未来的希望 不是那么抱太大 所以任何享受的东西 俗称有句言辞享乐 现在就是这样 这个海资卵 全部收拾 全部提早关 不是刺铺 海资卵是挺好闲 但是偏僻格舌 如果这样收拾一下 又是恼够伦俊 最惨是 麻雀馆也收拾 没了 最关键的 巴打说出重点 你又要我用电话下单 水又要自己浸 餐具又骚髒 你的服务又 变得受气 然后就扔碟 我都说的 No note pass 他不知为什么 他要不看 他不看 他有盘碟 他不看 他飞过来 不知为什么要这么帅 不知哪里累积出来的 那些 烂钩文化 就是 我们没有说粗口算是这样的 我都很粗口 其实 但我尽量拍片 斯文一点 真的 凡是那家公司的 规模 而他 要客人出去浸水 我一轮不吃 我一轮不吃 真的 服务一定是差 还有 深层次思维 服务差 厨房也不会变得好 原来厨房也很热 不断炒 外面企堂服务差 不会的 外面企堂服务差 里面也差 最骚忌 厨房差 吃下肚子 所以很多很小微的东西就分胜负 你要客人自己斟水 不用吃 除非那些小店 快餐店那些没办法 快餐店太多人 你一定是自助 我会再说 因为里面有很多题材 有些是长文章是业主打出来的 有些是食客心声 有些是店主 有业主 就是店铺 我是业主 有些是租进店主 然后有食客 很多很多 不知道有没有供应商 有一句很搞笑 你有权站硬不减租 然后食客也有权 上大陆消费 这些钱是他的 你这么聪明不减租 其实原来不减租 他们也有自己的苦处 原来在某些情景下 他们的技术上是不能减租的 宁愿是刺了他的 我们稍后再说 今集来到先 多远色 香港怎样搞成这样 很多千丝万垂的东西 突然间 急速地潮退 所有东西都现了 够都够不及 慢慢地逐步逐步 去修捕 这里有个洞 那里脱了个洞 这里塌了个洞 有牌 维修工程 就是千仓八孔 今集来到先 有什么想法在下方留言 记得按订阅支持下方 4个洞 4 3 6 9